好,那么我们回答个问题吧 就是我这个 网友问说这个面试时候 被问到可以加班吗 是吧,怎么回答呢 首先我们说这个,怎么看待加班这个问题 你像一些工厂 求职者反而会问这个 工厂有没有加班 是吧,因为你只有加班的话 你才能赚钱嘛,尤其一些 我们说的计时啦 什么这样的一些工作是吧 或者小时工,我肯定要更多的时长 我才能赚钱嘛,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这个加班不加班啊 这不是核心的问题 哪怕有的工作说不需要加班 是吧,你八个小时就能干完 是吧,但是呢 需要你确实能干完 你干不完就走人,那你自己回家 不也得加班嘛,所以我觉得这个 问题 不是最关键的啊,你关键还要去 考察这公司啊,他这个加班到底有效 没有效,我们就怕说的一堆人 现在有个词叫什么,叫假装努力 是吧,天天好像很努力 弄了半天,最后啥也弄了出来 这样就没什么意思 靠一些这个很原始 很初级的方法,让员工去那么工作 这样的公司就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 怎么说呢 不是,我觉得这个 核心不在于加不加班 核心在于这个公司啊,到底这个 它有没有这个 这种 更有效率的这种工作方法 这才是最核心的,是吧 如果说你只是纠结说 哎呀,是不是用没有加班啊 八小时我干完就回家歇的了 对吧,我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这个说的话,我们说 从这个员工,求职者 心态来说也不合适,是吧 因为毕竟说你自己将来的成长 还是要靠你一点一点的积累 如果你对这个工作也不感兴趣 六点下班,五点五十九都在 打卡机前就准备走人了 我觉得你肯定也干不了太长时间 这公司可能对你也肯定是有意见 是吧,当然我们不是说鼓励加班 鼓励说这个无偿给公司做贡献 不是这个概念啊,只是说你自己要 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 当然如果你前提就能够合备是吧 嗯,我干多久算多久 是吧,这个也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样 嗯 应该也没什么大发展吧 是吧,我们说哪个成功的人啊 当然成功我们不说,只能说这个 赚多少钱啊 就是能有一些成就的啊 你肯定说这个,我们为什么 有个词叫废情忘食是吧 就好像是夜以继日是吧 你肯定还能全身先投入上去嘛 如果说你这个 还对这个工作也不感兴趣 就是熬时间 说这个话加班不加班 这个对你好像也没什么,没什么价值啊 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么来去分析这个问题 嗯 当然SR问这个话 所以我们要更更清楚的 就了解说到底这个加班什么概念 什么意义是吧 就是说很低效的这种加班 没有任何意义说的话 说明这公司水平也一般 然后你在这基本上学不到什么东西 是吧 学不到什么东西对于我们 嗯 不仅仅对于年轻人嘛 对于任何一个在职场的人士啊 都是非常非常重的 因为你提升不起来 你的效率提升不起来 你被淘汰就是吃早的问题嘛 是吧 就这么简单个道理嘛 是吧 不是说啊 我年轻需要这个提升能力 我到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 我就不需要提升了 不是那样的概念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